想要接受林舒敖親自指導 絕不是光靠資歷就行 從六月中開跑的 林舒敖訓練雲徵選會 北區已經是最後一站 更有不少HBO 一級名校球員參加 不過想要擠進最後十五席名單 可沒這麼容易 我要看自己的心理素質吧 就看會不會緊張 像我就蠻緊張的 再重新測一次 應該會吧 因為已經熟悉過一輪了 就會比較高一點 多一次機會 確實有加分效果 如果還搭配苦練 就算是非名校的球員 也有出頭天的機會 我去年有參加過一次 然後我今天是 他們最主要的關卡 得分關卡就是協調性 所以我在家裡都有反覆練習 我有在那個 那個APP 下載一個APP 那個就是間歇運動那個計時器 然後我都設三十秒一個循環 然後我就看自己可不可以連續三十秒都被要掉球 然後一直練習到很穩定這樣子 來自清水高中的陳彥佑 在北區徵選會拿下第二高分入選機會濃厚 但雖然最後名單還沒公布 小球員們已經準備好要如何請教林舒豪 就是比賽處理球的方面吧 在場上處理球方面 因為我覺得他處理球很冷靜 關鍵的時候也不太會手軟 用心準備重重關卡 平凡球員也能夠出頭天 主辦單位如此安排徵選會 已經把好小子不斷苦練 直到機會來臨的精神 默默傳授給國內球員 我要去新聞 吳俊奎 張紀元採訪報導 請教林 吳俊奎 張紀元採訪報導